Hello,我是Frank 这一节课咱们来到了第47课 Lesson 47 这节课我先告诉你 内容非常的简单 我们要学的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问别人 你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吗 第二件事就是从你自己的角度 表达我想要什么 比如说我想要块糖 我想要上司所 好,到底用什么词 咱们一会儿课文里见 先看题目 A cup of coffee 这没什么难的了 cup我们早就认识了 表示杯子的意思 后面的coffee就是咖啡 一杯咖啡 好,这篇课文 主角是两位女士 左边这位叫Kristin 你可以翻译成克里斯丁 没有Kristin好听 但是右边这个叫Anne 通常就是翻译成Anne 小安子 坐在右边穿红衣服的 就是小安子 然后他俩的主要对话 就是问对方 你想要一杯咖啡一杯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想要什么 就这点事 主要练的就是这两个句型 好,先看第一句话 Do you like coffee,Anne? 咱点咖啡 不小安子 好,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霸道的声词 就是like 这个词在我平常说口语的时候太多了 他用了太多了 这词 它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表示喜欢想要 第二个表示跟什么东西很像 好,咱们一项一项的解释 先看它第一层含义 表示跟什么东西很像 那么讲这词之前 再顺便提醒一下发音 前面是l 后面是一个i 嘴巴张得非常大 i 这样的感觉 like 当你想说 我看这天要下雨了 就是这个天看上去像要下雨 怎么说呢 It looks like rain 或者你的朋友刚看完一部电影 然后你问 那电影怎么样 就是电影像什么一样 What's the film like 或者是 What's the movie like 这个movie或者是film 并不是咱们这一课要学的 但是可以提前认识一下 就表示电影的意思 好,接着还是like 表示像什么一样这层意思 聊天的时候 特别是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不许那么讲话 别跟我这么说话 Don't talk like that 如果是别跟我这么讲话 你跟谁俩呢 这种感觉就加一个to me Don't talk to me like that 或者是你别这么丑我 别这么看我 Don't look at me like that 好,接下来说like的第二层含义 表示喜欢的意思 刚才是跟谁像 现在是表示喜欢 你可以说I like swimming 我喜欢游泳 I like basketball 我喜欢篮球 你后面按什么东西都行 你随便换东西 喜欢骑马 我喜欢开飞机 我喜欢打高尔夫 当然这个爱好有点太高雅了 然后在口语里 你还可以这么说话 说得好 我喜欢 Well, I like that 这有点非常满意 这种感觉 I like that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喜不喜欢 你都得给我吃 经常受到大人的威胁 早餐 你不会喜不喜欢 都会吃 like it or not like it or not 就是喜欢它 或者不喜欢 都得给我怎么样 好,接着 当like这个词 表示喜欢的时候 你会看到两种句型 有的时候有人用 like doing something 有的时候用 like to do something 有什么区别呢 like doing something 指的是经常性的 习惯性的动作 比如说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就表明这个篮球 打篮球 playing basketball 这个事 是我平时喜欢做的 这是我一个习惯 经常干的事 那如果你说 like to do something 就变成to do 而不是doing 就表示你想要做的事 或者是你将要做的事 比如说 你说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那么这种情景之下 可能是别人问 你想干嘛去 想打篮球 还是踢足球去 然后你说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我想去打篮球 是这样一个场合 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I like dancing dance这个词 表示跳舞的意思 后面加ing的形式 就表示跳舞这件事 I like dancing 表示平常我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经常跳舞 如果你说 I like to dance with you 这是在一个舞会上了 别人问你 你愿意给我跳一支舞吗 你可以说 I like to dance with you 我愿意 现在我将要跟你跳一支舞 就是这个语别 好 那么既然说到了 喜欢这个词 我们再顺便补充两个 基本把这个东西给你铺全了 还有一个喜欢 叫love 这个词很多人认识 I love you 对吧 我爱你 这个词 其实它翻译过来 表示爱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比like的情感 要更加的强烈一些 I love to swim with you 我特别特别想跟你一起游泳 当然这个词的用法 跟like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说 I love swimming 就是说 我平时超爱游泳这件事 好 下面这词叫enjoy 注意这词不是你这一课要学的 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下 大概咱们有一个印象 因为这词也是非常常用 非常基础的 它表示欣赏或者享受 比如说你请别人到你家来玩 大家都进来之后 然后你说enjoy it 就是享受吧 大家玩吧 嗨吧 嗨起来 这种感觉 这个词怎么用呢 你可以说 I enjoy this song 就是我喜欢这首歌 也可以说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我喜欢听音乐这件事 所以你看enjoy这个东西 后面它可以加一个事 也就是enjoy something 也可以加一个动词 但是注意了 这个动词要变成ing的形式 也就是通过加ing 把它变成动名词 往名词上靠近了 也等于把listen to music这个动作 把它变成一个大名词 所以就直接可以安装到 enjoy的后面了 I enjoy 然后后面是个大整块 大整体 listening to music 好 接着再介绍一个 这个也不用记 先告诉你一声 但是这个迟早咱们是要学的 有一句话叫出来混 迟早都是要还的 咱们后面会学到 这个词组叫be found of found这个词 本身就可以表示深情的 或者喜欢的 那么这个词组 它表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而且这种兴趣 一时半会不会消失 不是那种三分钟热情 比如说看到外面小孩 说划那个划轮 那不应该叫划轮 就轮划 然后你说妈我也要一个 然后买完事就划了两天 就冷那了 一年再没动过 那么这种be found of 就是看到别人划轮划之后 买完一个礼拜 要划个三四次 就像你听Frank这个课似的 一个礼拜要听三四次 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这个句型了 好 举两个例子 I am found of MJ 这里面的MJ 它是个人名 可以是Michael Jordan 也可以是Michael乔丹 也可以是Michael Jackson Michael杰克逊 这都是两个殿堂级的顶天的大神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 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 而且我这不是一时的粉 我这是粉了好多年 特别欣赏 又特别了解他们 你就可以用I am found of MJ 好接下来 再来一句话 他非常喜欢小猫 他对小猫感兴趣 she is found of small cats 好那么刚才说到like 顺便再补充一个词叫unlike 你会发现这节课 对这个词重点照顾 因为这节课我们要讲的 一共就两个单词 一个是like 一个是一会儿要讲的want 把这两个词搞定了 这节课咱们就胜利了 因为除了这两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新内容了 所以咱们把它吃透 但是我讲的东西 还是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特别难的 特别拽的那种概念 我不会给你扯 那么这个词like 我们在它前面加一个un的话 比如说之前happy 快乐的 我们再加上un的话 unhappy就表示不快乐 那么这个像like 那前面加一个un 有这个un把它否定了 就是unlike 就是不像呗 比如说the twin sisters twin是表示双猫胎的意思 the twin sisters 这个双猫胎姐妹 are very like 就是她们长得很像 那我说长一点不像 这时候怎么说呢 很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like 前面加上一个un就可以了 the twin sisters are very unlike 好 接着我们还是回到课文 看第一句话 我们解决完了 do you like coffee and 想来一杯咖啡吗 小安子 然后小安子说什么呢 yes I do 是的 我想要 就是我喜欢 那么这句话很明显 是一个简略的回答 这话没说全 如果把它补全了 那就是yes I do I do like a cup of coffee 或者是I do like coffee 当然日常生活 没人说这么多话 省点体力 直接我们就说成yes I do 包括两人结婚的时候 主持人问 你们愿意嫁给彼此吗 这时候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直接yes I do 就完事了 因为这种场合 必须一句话给推到高潮 然后马上音乐声响起 你是磨磨磨磨磨 是的 我愿意嫁给他 因为啥呢 他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他还能够做饭 墨迹一堆 到时候就婚礼还办不办了 好 那么接着我们看 就是表示否定的时候 你应该说什么呢 也很简单了 No I don't 好 关于like这个词 最后再补充一点 当你在口语当中想说 你喜欢什么东西 或者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说I like 后面加你这个东西 然后我不喜欢 我不想要的时候 加上I don't like 非常简单 对吗 好了 接着咱们可以进行第二段了 这Christine又问了 Do you want a cup? 好 这里面咱们先解决一个词 但是我估计这个词 对你来说应该不是生词了 就是这个want 它表示想的意思 由于它太常用了 所以说在学到这一课之前 我估计很多人就已经会了 这词一般怎么用呢 want to do something 想做什么事 I want to do something 好 同时这个词在口语里面 还可以这么用 比如说你想怎样 你到底要怎样 这样的感觉 怎么问呢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一般可以说快一点 把这个腔调再说的再重一点 What do you? What do you? 注意中间 What do you? 连读 的 这样的感觉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或者还可以把这句话变得稍微长一点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为什么就对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总要给我送吃的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为你做什么事情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这个from就表示自从从哪里的意思 从我这你想得到什么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朋友们有句话要记住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所以说别人突然对你好的时候 你马上要提高警惕 这人要干什么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好 接着我们再升级一下 当你想说你想把这个桌子摆在哪 首先在哪就是where 然后你想怎么样 Where do you want? 注意这个时候 后面我们先不用加动词了 就是摆 不用说了 根本就直接加上this desk 就可以了 Where do you want this desk? 这句话其实信息已经全了 就是听的人已经明白了 就是说想往哪摆的意思 所以多余的东西 咱们可以省略掉了 好 再来一句 这把椅子你要多少钱 这里面根本不用出现钱的字眼 所以说你看英语这东西很神奇 直接一个what开头就可以了 What do you want for this chair? 就是乖这把椅子 你想要什么 那肯定是钱的 你给我二斤大米 我也不要 我家没有锅 所以what do you want for this chair? 就是这把椅子 你要多少钱 好 接着我们还是回到柯伟里这句话 Do you want a cup? 问的是什么呢? 你需要一个杯子吗? 不对 因为他前面呢 人家俩是有对话的 前面问了一句 Do you like coffee? 你喜欢咖啡吗? 来一杯不 所以这时候 他问的 Do you want a cup? 这里面的cup就是a cup of coffee 是他的省略形式 就不用再把咖啡再说一遍了 好 回答的时候 这个坐在这里穿红衣服 这个an 小安子 他回答说什么呢? Yes Please Christine 可以 克里斯汀 给我来一杯 来一杯 a cup of coffee 好 现在咖啡倒好了 你知道 一般老外冲的咖啡 它不是说素溶咖啡 直接现磨的 这里面还没放牛奶 没放那个milk 也没放sugar 也没放糖 所以说接着问 你要不要来些糖 Do you want any sugar? 好 这里面我说一点 在口语中 你可以用any 也可以用some Do you want some sugar? 这两种用法 从语法的角度都是对的 因为之前咱们学any的时候 学过了 通常来讲 some用在肯定句当中 any用在疑问句当中 但是有一些例外 比如说你想来杯水吗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你就想给他第一杯水 你问的就应该是什么呢 Do you want some water? 那么像咱们课文里这句话 你需要放糖吗 他不知道他吃的习惯是什么 有可能他不喜欢甜的 所以说没有说特别想 我必须把这个糖要给你的这种意思 就是问问 来不来些糖 随便这么一问 所以用any Do you want any sugar? 需不需要来点糖 任何的糖需要吗? 好的 回到课文 回答就是 yes please 很简单的回答 是的 请给我来一些吧 好 接着对话继续 放完糖了 接着再问 想不想来点牛奶呢? Do you want any milk? 这时候ann说 不了 不需要 只放糖就行了 不喝牛奶 No Thank you 这很好理解了 后面 我不喜欢咖啡当中放牛奶 我喜欢清咖啡 有时候我喜欢纯咖啡 黑咖啡 I don't like milk in my coffee I like black coffee 好 首先这句话里 有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句型 就是我不喜欢什么 然后我喜欢什么 I don't like 就是我不喜欢什么 I like 就是我喜欢什么 我们看一下咖啡加牛奶怎么说 叫milk in my coffee 就是牛奶在我的咖啡中 其实这种牛奶加咖啡 也可以叫white coffee 因为牛奶是白色的 所以你就可以说成white coffee 那么black 在这我们尽量不要反映成黑咖啡 因为这个咖啡说白了 它冲出来 它也不是纯黑色的 其实它有点像那种红茶 就是特别浓 特别深颜色那种红茶的颜色 所以你看红茶我们怎么说 叫black tea 之前说过的 讲tea的时候 讲茶的时候 说过了红茶是不是red tea 它是black tea 然后这种所谓的黑咖啡 其实就是青咖啡 里面什么都没加 咱们所说的咖啡色的咖啡 是加完牛奶了 对不对 对在一起之后 它颜色变了 好 所以black coffee 你可以翻译成青咖啡 就啥都没加 青汤 也可以翻译成纯咖啡 好 接着再看下面的对话 这很简单了 接下来还问 你还想要啥 一般的老外喝咖啡 都是具体一样 糖牛奶 在家里的小饼干 好 那么现在问了 你喜欢一些饼干吗 do you like biscuits biscuit 这个词饼干的意思 也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注意这个词 是个可数名词 一定要留意 所以它的后面 可以加上复数 变成biscuit 好 那么小安 喜不喜欢饼干呢 喜欢 yes I do 这时候 Christine 把这一盘饼干举起来 说你来 来一块吧 do you want one 这里面光出现了one 但是没有出现biscuit 很简单了 我之前学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省略了 你再提一遍就没有意思了 那就重复了 啰嗦了 然后这个an 非常客气 yes please 来给我来一块吧 你这个an 这一集 它没什么台词 除了yes please 就是yes I do ok 课文讲完了 咱俩还没听够啊 没听够 好办啊 咱们接下来讲点语法 放心 我讲的语法 跟其他人讲的不一样啊 绝对能让你听懂 很多人讲语法 就是给你念一堆概念 那不用他讲啊 自己看书都能看了 今天我要正式的 给你介绍一种实态 叫做一般现在实 其实咱们这篇课文 它通篇用的都是一般现在实 这个一般现在实呢 你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一个是现在实 一个是一般 因为现在实里面呢 它还有现在进行实 跟现在完成实 还有现在完成进行实 别哭啊 现在这些都不用你了解啊 这是后面我要讲的 所以呢 这个一般现在实啊 就是一个一般性的动作 是现在实里面 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也是我们口语当中 最常说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咱们课文里的 你想要一杯咖啡吗 或者是我想来一块糖 这种话都没有什么 完成的概念 也没有什么进行的状态 就是一个表述 来陈述 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内 发生或者存在的一些事件 或者动作 或者行为 举两个例子啊 我喜欢喝清咖啡 I like black coffee 这就是一个一般性的陈述啊 也不是说我正在喝 或者已经喝完了 就是我喜欢喝咖啡 就是一个事儿 或者第二句 我不想给我的茶里 加什么牛奶啊 I don't want any milk in my tea 另外还有像这句 我父亲在一家银行工作 银行是bank My father works in a bank 或者描述一个一般性的 我的一个习惯 我一般在七点钟起床 这也没有说什么正在起 或者起早了 起完了 起晚了之类的 都没有 就是我起床 I get up at seven 好 同时呢 这种一般现在时 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它可以用来表示 一个普遍的真理 比如说地球围着太阳转 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或者是太阳 每天从东边升起来 像这些情况呢 我们都使用一般现在时 好 接着再补充一点啊 一般现在时呢 在变成疑问句 或者是否定句的时候 需要加点东西 加点料啊 加什么呢 加do或者是does 因为这种一般现在时呢 通常都是一个主语 加一个动词 那如果我要去提问的话 那么这动词 它没招了啊 自己变不了疑问句 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 另外一个词来帮助它 这就叫助动词 帮助的助啊 这个do跟does 就是助动词 另外do跟does的区别啊 does是用于he啊 she啊 包括it这种东西 做主语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人称单数 好 现在我们拿一句话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句话的 一般现在时 一个陈述句 应该是什么呢 I like music 很简单 我喜欢音乐 那现在我把它否定 like这个词 他自己没法 把自己否定 所以说咱们需要来个词 帮助他 助动词出现 don't ok I don't like music 好 接着我要把它变成疑问句 同样 like还是自己没招啊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再用do来帮他 把do放在最前面 do you like music 回答的时候 yes I do 否定 no I don't 刚才这叫一般疑问句 那如果我换成特殊疑问句呢 就是what来开头 你喜欢什么 what do you like 好 以上这个语法现象 就是一般现代识 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啊 好 接下来这节课的最最后 我还要再教你一个东西啊 就是叙述词 因为之前的课 在讲完的时候 在有些课的后面 我告诉你 这个12345 一直到100 1000怎么说 那么现在如果我想说 第一第二 第16 第12 怎么说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在这个单词后面 加上th 然后发音 就是咬舌音 不振动声带的 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 比如说4 本来是4 但是第4呢 就是4th 然后5呢 本来人家是5 但是变成叙述词 稍微调整一下 变成了5th 这个跟15的变化 规则挺像啊 15 对吧 好 接着6的话 直接在后面加th 但是这个读音呢 有意思了 正常来讲 应该读成6 然后再来一个 6th 但是这时候舌头遭罪了 先是一个 然后还把它再伸出来 这有点累 所以呢 老外在读这个音的时候 也偷懒 他也不会就来回舌头 伸来伸去的 很多人呢 中间这个 不发了 直接发后面的 也就是咬舌音 6th 另外还有一些人 这个是我之前 跟一个雅思的考官 在交流时候 他告诉我的 当我们在正常说话的时候呢 这个th的音 听上去会非常像一个 非常弱的这么一个 因为他俩舌头的位置 都非常接近 都是在门牙这晃的啊 所以在读这样的词的时候 就把后面这个音呢 发的有点像一个 6th 6th 当然这个技巧呢 需要一点功夫 一个是你对英语发音的理解能力 第二个呢 你需要花一些时间 去掌握这个舌头的分寸感 读中了的话 变成 它也不行 读轻人的话 听不着 也不行 好 接着往下看 7 这很简单的 直接加th 7th 然后8 直接变成8th 9 变成9th 10 变成10th 11 11th 12 12th 好 最后 我为什么把这个1 2 3 放在后面讲呢 因为他们呢 不是很规则 1变成叙述词词是 first 这个词在口语里 特别常用啊 比如说我获得了第一名 或者是你先走 先走就是 you go first 好 那么第二就是 second 这需要你去特殊的记啊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 好 第三呢 是third 同时你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叙述词的写法呢 可以是纯英文的写法 也可以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加上一个小尾巴 比如说第四就可以是四 然后写了一个th 那么四之前的数字呢 是不规则的 first你要写一 然后后面写上st 就是first 最后两个字母 然后二呢 要写上rnd 这个nd呢 就是second 最后两个字母 三呢 就是third 它最后的两个字母 同时你还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英语当中的叙述词 一定要跟定观词the连用 虽然有时候它不写出来 比如说10月1号 写的时候呢 october 后面直接写这个est 就是first 但你读的时候 说11 怎么说呢 october the first 这个the是一定要说出来的 OK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再见